体育明星带货让网友们直呼可惜啊 而这边呢 苏州有一家公司花了20万 请了一位主播帮帮带货 呀 真是没少投入呀 结果呢 在这位主播的卖力吆喝下啊 整场直播的销售额只有456块钱 哎呀 这不赔大发了吗 哎呀 本都没回来呀 公司一气之下 把这位主播告上了法庭 说啥都让他把这20万元给退回来 那么能退吗 您看中某文化传媒公司的大V账号 粉丝量巨大 原告苏州一家商务公司 与被告某文化传媒公司 签订直播推广服务合同 约定文化传媒公司安排主播 为商务公司生产的化妆品 进行直播销售推广 基础服务费用为20万元 文化传媒公司保证产品实际销售金额 达50万元 然而最终的结果 让苏州的这家商务公司大跌眼镜 直播的销售 那么销售的这个销售的两笔应该是456元 最终20万元直播推广费 仅换来两笔456元的销售额 商品无人问津 惨淡收场 巨大的心理落差下 商务公司速至法院 要求退还服务费用20万元 法院传唤这家文化传媒公司 但对方拒不到庭 那么商家花大价钱请到网红带货 实际销售金额却达不到预期时 能否要求退还服务费呢 法院审理认为双方签订合同后 就应该按约进行品牌推广 保证原告完成约定的50万元产品销售额 但被告未按约履行合同义务 行为已构成为约 原告有权根据合同约定 要求被告退还服务费用 当时双方合同是约定 按照实际销售的比例 和约定的保底销售金额之间的比例 等比例退还相应的服务费用 比如说卖50万 他如果卖了5000的话 就5000除以50 然后乘以那个20万 就等比例退还 最终法院判决文化传媒公司 退还服务费 19万9817.6元 法官提醒 直播带货作为一种营销策略 对于商家应是锦上天花 而非雪中送炭 不能仅单靠主播个人或平台 就奢望巨额利润滚滚而来 归根到底 还要看品牌影响力和产品质量本身 在签订直播带货服务合同的时候 双方要妥善的去协商双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比如说基础服务费用的金额 还有就是兜底的销售金额 那如果说晚不成约定的权利义务的时候 关于违约责任的承担呢 那双方也应当在事前尽量的协商清楚 并且在合同中进行明确约定 这样能够避免相关纠纷的产生 作为普通的消费者呢 我们在购买带货产品的时候 也要先了解产品的质量本身 不能仅凭对于明星的推崇 或者是网红的效应 就盲目的来购买商品 防止呢 这些商品是存在质量问题 也防止之后相关纠纷的产生